這個比較經典的一個困難的意義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講到說 身處是三乃四十 有一艘船 它以二十的速度使向遠地 也就是說這個發身體正在運動 像那個救護車一樣 它邊叫邊跑對不對 那這時候呢 當它迷底八秒之後呢 提前回升 那迷底的地方距離遠時 必有多遠 我們可以用這個譜來表示 這一艘船呢 它在這個位置 A這個位置 當它發出聲音的時候 聲音跑比較快 你可以把聲音想像成一顆球 這顆球從這邊飛過去 撞到牆壁又彈回來 但是呢 因為船也正在往前跑 所以呢 船跑到B這個位置的時候 A跑到B這個位置的時候 那剛好就是一道回聲 所以聲音走了紅色的線段 那船走了什麼呢 黃色的線段 因為船走比較慢 對不對 那這兩個線段加起來 應該就是我們的距離的怎樣 兩倍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這樣做好 兩倍的距離 2s 等於 那我們就來算一下 船走了多遠 船跟聲音各走了幾秒 8秒對不對 8秒就相遇 對不對 好 那距離怎麼算呢 我們把速度乘以什麼呢 時間會得到距離對不對 各位 速度 速度乘以時間會等於距離 這個是距離速度的基本公式 好 速度乘以時間 等於距離 好 那我們先算出船的距離 船走的距離是多少呢 是20 每秒20 走了幾秒 走了8秒 20乘以8對不對 好 好 這是船的距離 再加上聲音走的距離是 紅色線段 是 聲音是340 乘以多少 也是8秒對不對 好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 速度乘以後就是距離對不對 那個8秒 8秒是題目這裡 一提8秒 不是啊 那會是12秒的聲音吧 對 因為 船都比較慢 船8秒的時候就 走到這裡 啊聲音8秒是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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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到這裡 因為剛好聽到回聲 所以聲音到這裡 然後船剛好聽到 就是在這裡 就是8秒 所以8秒之間相遇嘛 那這S能不能算出來 這其實還蠻 蠻容易算是不是 這 比它下降ئ厄 所以S比有多少 這個 360 tranks4 所以算出來的答案多少呢 1440 恭喜 好 你有沒有算對呢 其實沒有很難 只是說題目的比較難題是解 但是算法其實是怎樣 還蠻簡單的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一題就是這樣算的 可以